这就是这个漫步者MR23BT 拆下来所有的东西 中低音单元 高音喇叭单元 箱子两个很有特色的倒向管 音箱的电源板 音箱的供放板 加二接分泌器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咱们来聊一款新鲜货 漫步者MR23BT 兼替音箱 这家伙可不简单 400元价位 却敢喊出高保值音质的口号 还偷偷塞进了蓝牙5.4 简直是桌面音箱界的隐藏高手 我今天要带你们深入试听 探探这音质到底有多迷人 还要把它彻底拆解开 让我们一起把里面的电路秘密一览无余 看看这性价比是不是真金不怕火炼 喜欢这种硬核内容的 别忘了给个点赞关注 再投个币 三点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废话不多说 咱们这就开始了 拿到手 这包装低调又不是格调 正面是这个音箱的精致渲染图 Hi-Res Audio认证 蓝牙5.4 18加18瓦功率 信息量满满 打开盒子 主音箱和副音箱一对 拿出来手感是非常沉甸甸的 MDF板材的质感 扎实的让人安心 配件一印俱全 8支电源线粗壮可靠 3.5毫米转RCA音频线 柔润耐用 这是一根3.5毫米对路线 双芯连接线 结实 有弹性 还有说明书和保修卡 音箱被很厚的瓦轮子做的缓充电 保护的滴水不漏 整个开箱过程 细节做工 对得起这个价位 接下来咱们看看外观 这对MR3BT 我挑了黑色款 颜值很不错 箱体尺寸 125毫米 乘以 215毫米 乘以160毫米 小巧精致 紧凑得体 桌面摆放简直是空间利用的艺术 前脸镶着 1英寸四摩高音单元 柔光闪耀 下面是 3.5英寸低音单元 古铜色防长帽点缀 低调中透着高级感 侧面用的MDF板材 椭圆形刀箱孔设计巧妙 细节优化 让人挑不出毛病 前置多功能旋钮 手感带进 段落感清晰 旁边还有耳机和AOX接口 方便的不行 背面接口丰富 RCA TRS一致排开 阶线随心所欲 整体设计简约搭气 桌面一放 氛围感直接拉满 MR3BT是漫步者精心打造的 有源2.0坚听音箱 总功率36瓦 评响范围宽广广到52Hz到40千Hz 还有Hi-Res小金标认证 实力是放在那里的 核心亮点长得深 蓝牙5.4连接丝滑 支持多设备无缝切换 还有漫步者APP能婉转均衡器 和房间升学调校 专业感爆棚 音箱内部用的是 德州仪器工放芯片 性照比90dB 底照控制优秀 分屏器是感容二阶设计 高低音分离清晰 后置争议旋钮能调高低屏 灵活性强 接口也很全 前面后面都有输入选项 桌面用起来方便 这款音箱兼顾 兼听和娱乐 500元党的性价比真的挺优人 聊到音质 MR23BT主打平坦平响 监定模式下还原度很高 低频下潜到52Hz 亮感适中 适合进场 3.5英寸低音单元 加上优化的倒向管 低音弹性不错 但大音量时动态稍弱 高音用1英寸四摩单元 细节丰富 高频延展到40千Hz 轻量不刺耳 中频频顺 人声和乐器分离清晰 APP里有三种模式 监听偏真实 音乐模式偏温暖 自定义还能调EQ 整体音质在500元党很能打 尤其适合桌面听歌和看视频 明镜需要您的倍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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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